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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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NEW YEAR,新年快樂 早了打給我,就快開始嗎? 22,23,但我現在看這一個發文完了 應該還有可能是分多鐘 分多鐘也好,即是你有分多鐘去和你聊天 是的,沒錯,我看到你今天發文給我的內容 關於牙齒 不過今次,因為我之前說過吃酸的東西很不好 原來有些人大家不知道,就是亡牙齒不好 大家知道,但是吃酸的東西對牙肉和非枝不好 非枝呢? 即是說得好聽就是非枝,但不好聽就是爛口 對嗎? 我講起這個 但非枝關不關免力的事?還是皮膚那樣? 當然有關於,可以關於 但是另外呢,你試吃番茄 我剛才發給你那些 吃酸的東西,吃橙 是會令到那些嘴巴會爛的 爛肉 爛肉呢?當然麵粉也會 而幾樣東西會令到爛肉 譬如你咬傷自己也會 但有些人咬傷自己 是這樣痠了好 它不會爛開 即是爆開整個白色的位置 那些叫做ulcer 那你想一下,喉嚨就發生了喉嚨痛 那種腸發生了 譬如胃發生了就胃痛 沒錯 所以今天講一下這些 知識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想做健康的人 這個決策 我們15秒 好,好,好 全新天福元,預購定價保值優惠 分期免息 今天調小聲 一會兒 何亨進來 我就推上去 9 我就一直保持8分 因為上次聽到別人說 8分好 推上去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一一解破 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2024年第一集的健康大數據 祝大家身體健康 如何處理自己的日常飲食 或者是身體方面的關心 可以怎樣走得更遠 拍檔仍然是趙博士 趙博士今天和我們分享些什麼 我們節目時間會有兩節 去到晚一點的時間 我們現在接趙博士出來 趙博士你好 何亨你好,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如何走得更遠 我們今天的題目 都是關於我們的牙齒 對,是牙齒 不過這次牙齒在哪裏 在口裏 當然有給牙肉包住 但是你知不知道吃飯 很多時候都會放一碟橙出來 而橙的其中一個數據 大家都聽過我講的 聽我的節目 就是說 食橙對康復能力不好 究竟是什麼 只記得康復能力不好 我現在就放一個數據出來 所有人都知道 牙醫都知道 食橙對牙不好 但除了牙的保護膜不好 除了這樣 是會引致到有飛脂的 是的 而有多少人在世上 即是問世間 問一下 近鏡有多少人有飛脂 原來四個裡面有一個會有飛脂的 在全球裡面 所以比較多 另外25% 如果是小朋友 就更高一點 高於四個裡面有一個 很多時候是三個兩個有 現在趙博士給了一個數據 就是全球 四個一個有 三個一個有 不如用我們身邊很生活化的 一個既定的印象 有些朋友 是叫做飛脂王的 是生很多的 即是生到認輸也不太 因為這樣 如果我用了自己個人化 我就偏向 摸一摸一塊木 我就偏向小飛脂 但是生飛脂的時候 我就去賴自己的身體 譬如是熱氣 不知道 口腔是做完一些 譬如是 傷害到 譬如吃了一些有骨的東西 口腔裡面傷害了一些傷口 就變成 那些就叫做飛脂 有很多自己不以為是對 或者是聽到的東西 但是去到現在的數據 原來四個裡面有一個 三個裡面有一個 是基於什麼原因 人口這麼多人會生飛脂 這個原因是多了 因為越來越多 以前沒有那麼厲害 我們首先說一下 有什麼引致都會生飛脂 橙就說了 但是除了橙 番茄也會 所以有沒有人試過 吃一塊薄餅的時候 或者吃意粉 發覺特別吃薄餅 那個 Roof of the mouth 即是在palette上面 那個頂頂位 好像比較刮喘 吃薄餅的時候 那你就會想 因為沒有聽過這個節目 是否只有我 如果一說大數據 其實是熱氣 一定是熱氣 就有非知了 嗯 但是吃橙和番茄都有酸性 大家都知道 比較酸這些 沒錯 但是大家又很愛吃的 譬如橙有維他命C 那番茄仔我就天天吃 番茄仔我天天吃 吃到我家人說 你是不是真的要吃這麼多 我說 不是吃完之後我個人會輸槍 好了 我們都要放進口裡 是 如果是否我們吃完之後 那個黃金時間 什麼都要有黃金時間 吃完因為酸性這麼高 我用清水拿一拿口 行不行 如果你拆了牙 等了三十分鐘才拆牙 然後牙膏 是簡性的牙膏 一定要查清楚 因為如果漂白的 有時候不是簡性的 如果你可以拆掉牙膏 全部都是講機會率的 雖然全世界 都有四個或者三個是有菲茲 它不是同一時間有 是吧 有一點點不同的 你問曾幾何時有沒有 第一年有沒有 好像很容易 每個人都說它有 但是如果你說 會不會同一時間 在同一間房間 有多少人跟我生日同一日 機會率就不同了 因為現在說到時間 時間空間 除了蕃茄 除了蕃茄 還有橙 我們繼續說 就是菠蘿 醋 還有士多啤梨 都可以引致 多了機會變成 弄傷了口 有些東西發生了之後 就變成了我們爛開非枝 而爛開時 有很多時候要十至十四天才康復 還有爛開時 爛得大 去到最盡 你說高峰 去到最高峰 之後 有時十至十四天才平息回來 認識非枝的人 會這樣想 但是有些資料 就說了 還有其他因素會這樣做 第一是咬傷 第二就是口腔 那些益生菌 不足夠 是 這樣就會攔開多過好番 有多有趣 第三樣東西 就是味精 是 說是味精 味精啊 味味也有 所以如果味精加番茄 味精加橙 應該不會的 因為我們不是法國人 我們的橙不是去煮 但是 你剛剛吃完飯 吃了味精 之後吃橙 那個機會率又大了 好像抽牌一樣 是吧 是吧 剛剛才出完公仔 應該就是細牌 如果你說剛剛出完細牌 只知道你是說機會率 不一定的 只是機會率而已 是 然後 然後還有什麼會令到非枝呢 除了咬傷 就是刷牙 本身的牙刷不是軟的 是那些比較硬的 然後 趕著趕著 一下子 腌了上去 有時候腌了上去 牙肉 也有人試過 也有人試過 滑了過去 你會發覺 又是生非枝 但是不一定的 當天使地利人說 味精 還有麵粉 也會弄成這樣 不是所有人 但是麵粉 也會 還有繼續說 口乾 你應該沒有口水乾 因為你在電台說得多 應該就會沒事 但是 誰不知 為什麼我發了一個 data set 他們做過 味精 給老鼠吃 連他的口水都乾 嗯 嗯 是 沒錯 如果味精太重 是馬上口乾 甚至有些朋友試過 種一些 他們的統稱 叫做味精毒 令那些神經 例如臉 某些位置 會避開 之類的 甚至有些核更嚴重 你聽到 你剛剛就很厲害 你說是那個 份量 因為真的那個份量 就會搞到 多了情形發生 究竟份量有沒有人監管 沒有人監管 沒有人監管 煮的那個味蕾監管 夠鹹 不夠鹹 對 那味精究竟鹹不鹹 會不會不跟進去試一下 多鹹 你也不想他不跟進去試一下 因為他煮的東西 你當然希望他不要碰 這些東西 所以在那個份量 也有不同牌子 如果味精是比較小 它會滲入一點 可以滲入一點 可以不太重手 但如果是一塊塊味精 也有些種品種 變成了 可能要放多一點 然後剛好它又滲得不進去 變成你一放進口 就滲入你的口裡面 牙肉裡面 口腔裡面 又是另一個問題 其實坊間 除了你說味精 例如趙博士 趙博士 你平時用味精 你會不會先用呢 我完全不用 我不用 我們用味精 當然有些商品 簡直是告訴你 是味精 有些在宣傳上 不知道是甚麼粉 或者是甚麼補 即是有些膠狀的問題 大家說 一放下去 夠了味 即是出到那些味 但是 大家有沒有留意用的時候 有沒有看成份是多少呢 可以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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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買罐汁醬 和直接買味精 因為味精是可以賣的 但是你只知道一件事 在數據裡面 就是數據 就是很多人會說 是呀 吃完會口乾 喝點水 喝點水 而我們早幾集說過 口乾 其實是跟June說的 他訪問我 上個星期 就是說 口乾 其實是會令到 蛀牙的機會大了 亦都會令到 飛脂大了 是的 那你口乾 不咬傷自己 會不會好些 當然會好些 但是口乾 如果口乾 又遇到 那些叫做 大腸鋼菌 即H Pylori 這樣又會怎樣 這樣又很厲害了 所以是幾樣東西 合起來 很多時候就是 那個難口 你一講起 難口 因為我除了 如果就快 有節目 有廣告 我們就可以等一等 才說 好啊 不如大家聽聽 客戶說話 轉頭回來 繼續跟阿鐵博士 講一講 究竟口腔 大家平時 就是用感覺來感覺 很少 除了擦 很少人擦大口 嘩 右頭 對我 我們再 轉頭講一講關於牙齒的問題 好啊 每一刻有你 一路有我 分秒精彩 星島中文電台 你應收聽的是 星島中文電台 粵語台 我講起 剛才 口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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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就會說 上了一年多就會口乾 但是不一定的 有些資料室說 不是上了一年多的人 就會口乾 有很多情況就是 抹大口 睡覺 有鼻寒 沒有合起來 很理想 你聽到的邏輯 都想起 對呀 抹大口睡覺 口乾 而 臨睡前 就擦完牙齒 起床之後 就立刻擦牙齒 發覺 嘩 口真的有陣味 這樣 可以注意多些 為什麼會這樣 我有沒有抹大口睡覺 留意這件事 如果能夠改善到 那個情況 很多時候 那個柱牙的情況 會變得更好 生非枝的情況 所以 非枝 當那個位置乾 它很多時候會爛開 然後 去到最高峰的下 裡面 它連收都很難 如果剛好牙肉 或者口腎是腫 哪些位置 也或者是牙 即是叫Bite 咬下去 那一下 有些歪 或者牙凸出來 不弄好它 咬了牙肉 當然牙腫 就會有這個問題 其中一個處理方法 就是在這麼痛的位置 按下去 當然可以拿些 有香薰油 還有有牙膏成份的東西 按下去 或者甚至什麼都沒有 只用手指按下去 按下去 因為你按的位置 就會令到 那個 如果是口唇 那裡就會 扁一點 而扁一點 起碼不會這麼快 再咬多一次 這個 有很多人形容是 和熱氣 和嚴症有關 回來 先回到9號 在河坑那邊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 一一解破 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好 繼續延續著 我們剛剛開始這個節目裡 今天的話題 關於一些食物 譬如橙 醋 士多啤梨 食多多酸性 也會出現有非脂的情況 而大數據告訴我們 原來幾多是這個情況 我們繼續找趙博士 講一講關於 剛才我們還未講完的話題 除了是 令到口肝 原來都會令到口腔裡面 容易被細菌感染 那口肝是什麼原因 沒有理由 口肝都不喝水的 趙博士 口肝其實是想告訴你 喝水了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身體裡面的反應 有什麼理由 口肝都不喝水的 什麼怪人 怪人 怪人就是 你在睡覺 怎麼喝水 但是為什麼在睡覺 睡前就拆了牙齒 睡完起床的時候 還沒拆牙之前 看看口腔什麼味 一陣味 為什麼會這樣 只要你抹大口來睡覺 不抹大口 就是口腔會比較臭 那些菌就會發瘋 很瘋 很瘋 他們在裡面 開派對 對 特別如果他們已經有派對室 在牙縫中間 譬如放了肉 那些東西 那它就可以發瘋了 因為你自己知道 口水是控制住它 讓它可以 因為口水還可以讓你 那些叫做 抵抗力的成分 那些細胞 去處理著警察 去巡視一下 現在你那裡 乾了之後 它怎樣巡視 不用巡視很久 就已經會發瘋了 如果你說八個小時都沒有巡視過 哇 已經很多黑社會都走出來了 其實基本上 如果大家起床 尤其起床的時候 覺得特別口乾 但有些朋友這樣說 就說 我不想起床去廁所 睡前那兩個小時 我不喝水 所以這一個 都是不是應該要轉變一下 所以 什麼叫做 有決心 首先就是 我有決心 就是我想健康 我知道了這些東西 我想健康 那就很簡單 誰不知 你剛才剛剛說 有個 去到晚上 睡前 對呀 不想起床 那你現在要喝水 而變成有機會起床 你就要勇敢 不是等於決心 決心沒有用的 你決定了健康 但現在我不想起床 所以我可不可以勇敢 喝那杯水 進去裡面 但你仍然都在睡覺 在睡覺 所以喝了水沒有用的 你發覺是不行的 你又要起床 又要擦大口 那就要改善你 扯臂寒 對 沒錯 我先拍攝自己 在睡覺時是怎樣的 但其實你不需要那麼多 你只需要起床 那一刻 發覺口臭過你臨睡 而且越來越臭 你發覺原來不一樣 以前的 你便開始檢查一下 究竟有沒有這些問題 因為它會引致到 口肝會引致到蛀牙 會引致到飛脂 再加上 如果你又有這些問題 可能 臨睡前 你喜歡吃的 那些小番茄 不要緊 早上吃 早餐吃 對 不要晚黑吃 因為晚黑吃 你便接觸 還有一件事可以做的 就是蕃茄皮和蕃蕃才是主要的問題 雖然蕃蕃也是酸 但是蕃和蕃是用來做殺蟲水的 又不是特別好吃 你吃下去做甚麼 是不是想死 雖然人不是蟲 但是我們人口裡有很多東西 比蟲更加小顆的 變成你殺了他們的時候 很無辜 他們是來保護你的 為什麼剩下的 是殺不死的 通常人們說 壞的就不死得那麼快 好的就好容易死 就是這樣的情況 口裡的益生菌 死感殺 又是有這個問題 所以爛口 爛口已經是這樣 其實那些食物 對於爛皮膚有沒有問題 甚麼叫爛皮膚 例如濕疹 濕疹不好 濕疹不是經常不好 很久都不好 而且經常都是那一塊有問題 有癢 有痛 生來生去都是那裡 是的 究竟這些傷口 胃的傷口就是胃痛 表皮的傷口 其實當它一手傷口 不關閉 有沒有東西會趁你病 拿來命 有沒有東西會走進去裡面 先住住 這樣就有的 金黃葡萄菌 的correlation 即機會率是很大的 總之 如果你看到別人有濕疹 或者自己有濕疹 你不埋回口 就很容易感染了一些 金黃葡萄菌 在裡面 是的 而金黃葡萄菌 生了東西出來 它生了東西出來 因為它要活的 它活的東西 就是令到傷口不埋 很有趣 它住在裡面 就會令到傷口埋不到 所以有沒有菌 令到有沒有東西 進入口裡 又會搞到這樣 雖然金黃葡萄菌 我們就知道了 現在應該不會進入口 原來有些病毒 都會令到 在口裡爆多些菌 嗯 是的 但是 其實這樣 我覺得口腔裡面 這個 我們在人體裡面 其實有多陌生 但又很緊要 究竟大家 除了刷牙 看看牙齒表面的顏色 或者甚至是有很多朋友 已經用牙線 牙線的重要性 大家都知道 但是張開口 或者將自己的口唇 就是口唇遮住那些牙肉的位置 究竟你平時除了刷牙 我刷在上面 大家有沒有看的呢 大家有沒有辦法照照的呢 其實這個習慣 我近幾個月開始 慢慢多了的 張開口 好 因為口腔 譬如選了一些 跟其他皮膚的表層 是幾不同的 因為可能你肉眼看多 除了背部 譬如你眼看見那些身體部分 有些癢 或者有些不舒服 你看 原來選了 但口腔 大家很少自己去檢查 通常都是交給你可信任的牙醫 是的 但你會不會當你有肺脂去看牙醫 是的 有肺脂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 這個位置很不舒服 可能買一些 譬如藥粉 或者是消毒的東西 西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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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藥 是的 沒有肺脂 好像沒有不舒服 那就以為沒事了 嗯 還有 講開 如果你的肺脂 經常都變成不同的位置 以及如果你是 比起來 如果比較 經常都是那個位置 每次都是那個位置 十次有八次 那是否跟你咬傷的關係 或是你自己咬傷也不知道 是否這樣 而為何有些人更快 就是跟他的益生菌 所以益生菌審到口腔裡 怎樣去處理 你知道有時候 你試過咬傷嘴唇嗎 或者嘴唇有了肺脂 之後 然後咬傷它 即是 吃某些東西 就會想起是熱氣 但甚麼是熱氣呢 其中一個 data set 關於熱氣 就是跟嚴証有關 一個紅起上來 這個關係很重要 但是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 赵博士 時間永遠都是這樣 下個星期說 下個星期 記得就說 記得就說 大家都非常著重下次 今天就說到這裏 大家可以多些關心一下 你自己的口腔 甚至看多些 吃的東西也有影響時間性 好 先說到這裏 赵博士我們下個星期再談 下個星期再談 好 拜拜 拜拜 赵博士 在這裏 完美的 我們一集 新的年齡 剛開始 我們又問問題 又提到平時生活上 好 後康 我覺得要多說一些 我發覺你喜歡 這件事 看到你自己都 因為恐怖 因為我近幾個月 跟幾位阿姨做過訪問 我自己又整理過牙齒 所以都多人關心 多人關心 通常口痛 有飛支 通常不去牙醫 然後牙醫就看不到這件事 如果看得到 他又會怎樣處理 對吧 一看的時候 已經去到很美期和很差 今天我沒有問你這件事 因為時間的問題 因為我發覺 某些事情 你做的會多些口水 其實心理方面 心理上 心理… 如果你想起吃麻辣 你現在想一下吃麻辣 口口也好像… 多一點口水 所以你想想 你的思維 也可以令你多了口水 沒錯 這個非常認同 所以緊張就會令到口水 看見美女便流口水 可以下個星期再說 好啊 OK 謝謝 拜拜 下個星期見 拜拜